歡迎收看今天明天下 美國前總統川普 現在代表共和黨來角逐 2024總統大選的機率 是越來越高了 而川普概念股 竟然是在一天 昨天一天就大漲了 百分之八十八 六個交易日 大漲了將近百分之兩百的幅度 另外呢 蘋果推出的這個Vision Pro 在美國現在預購 結果一預購就完授了激勵的市值 重新回到三兆美元以上 那麼也取代了微軟 變成市值最大的一個公司 另外呢 曾經被視為是比較親中派的 資產管理公司貝萊德 現在傳出 他們是用打七折的價格 來出售位在上海的一個商辦 這代表說在上海商辦 現在整個市況依舊是相當低迷 另外國泰金 公布了國民經濟信心的一個調查 結果呢 百分之四十以上的這個民眾認為說呢 台股接下來這個高點呢 是有機會來到一萬九千點之上 另外呢 在天氣越來越冷了 很多人就喜歡吃辣 不過我們說到吃辣 其實跟這個景氣呢 是有一些相關的 到底這個吃辣背後的商機 跟景氣的關聯又是如何呢 我們在今天節目現場為您邀請到資深分析師謝陳彥 肥豪大家好 精靈地下特派員葉子娟 大家好 資深分析師林永年 肥豪大家好 債券專家貴老子 肥豪大家好 好 我們先請教陳彥 我們看到佛州州長現在已經正式宣布 他退出美國總統大選 所以川普的身世是越來越旺了 他的相關概念股竟然在一天可以漲了80%以上 川普現在是勢不可擋 所以要與他競爭的人自己決定退出 為什麼 反正打不過 不如加入他的陣營 你看共和黨籍的佛州州長 他說這個迪尚特 其實他在理 就是說整個共和黨裡面的民調 他是排第二 說實在的真的選不贏嗎 當然選不贏 所以根本沒有懸念 直接宣布退出 而且重點是你知道他退出以後 他還幫川普背書 一般來講我退出了 那當然我就默默的 我也不想幫任何人背書 可能有的還會不太開心 還不太開心 但是他還幫他背書 你知道嗎 這樣子對川普來講當然更好 因為他整個身世就大漲 好 現在和川普抗衡的 當然就排名第三的海力 他是前美國駐聯合國大使 但是說實在的 整個支持度到底差距多少 我想還是相當大 不過目前看起來 整個黨內初選 最有趣的是 三分之二的迪尚特的支持者說 其實我本來 如果你迪尚特沒有出來 川普也是我的心中的人選 既然這樣 那我就支持川普 你看三分之二 原本支持迪尚特的 轉為支持川普 對 轉為支持川普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相信海力 其實應該不容易出現了 不容易代表共和黨出來選 不容易 所以真的你看 因為雖然說海力他印度裔 也擔任過南卡羅來州的州長 也擔任過 美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 但是我看整個聲浪 聲勢其實還是有很大的落差 不過他自己還是很有信心 他說他是唯一一位能夠在2024年 擊敗拜登的人選 這當然我不曉得是自我感覺量 還是怎樣 因為川普也是這樣講 那他說他有兩次投給川普 但是他擔心川普帶來的混亂 實際上川普帶來的混亂 是不是已經開始了 我要跟各位講 已經開始了 已經開始了 坦白說過去在TVBS 有長達一年的時間 我非常認真的在追蹤 這個川普 當時實際上他引起的混亂 那真的是從來 我們從來沒有遇到過 前所未見 好 為什麼我講混亂已經開始 混亂不一定是不好 為什麼 你看大家開始在想 所謂的 我們不是在講選舉概念股 現在直接來了 沒有什麼選舉概念 直接叫川普概念股 這直接更直接了 你看收購 這個是收購川普媒體公司 特殊目的收購公司 SPA-C 這個是在美國比較特別的 就我上市以後 我在針對我要什麼目的 我再去收購 先上市再收購 那這一家叫做DWAC 它的全名是 Digital World Acquisition 最近六個交易日漲多少 六個交易日 六個交易日 各位自己可以想像 你覺得可以 六個交易日可以漲多少 美股沒有漲鐵亭的限制 我提醒大家一下 所以你要發揮你的想像力 只有六個交易日 竟然可以漲200% 兩倍 那為什麼突然這六個交易日 突然直接漲200% 因為他在幾個州的這個初選 大幅度的勝出 這樣看起來應該就是由他來代表共和黨 競選下一任的這個美國總統 那選上的機率高不高 他現在民調都是比拜登高 我認為選上的機率其實很高 那佛州州長宣布退選以後 他宣布退選那一天 你看直接狂漲88% 這個是不是叫川普概念股 當然為什麼我們說 有可能再帶來另外一個混亂 因為選舉行情是這樣 在我們去做過 因為美股的選舉行情更好統計 因為它的歷史更久 那根據歷史的數據 S&P500在美國大選這一年 平均總回報是10% 當然有可能平均的意思 有可能比10%多 有可能比10%少 但就這個平均數字來講 選舉那一年會發生 可是現在麻煩的事情是什麼 第一個 川普是一個變數 你看光他這個民調 整個攀升上來以後 跟他有關的股價 可以漲兩倍 一天可以漲88% 但是我們在想的 另外一件事情是 大家會不會擔心 一旦他選上以後 很多的政策會突然大翻盤 而且標譜會不會已經漲很多了 去年11月初到去年結束 已經漲10% 你剛剛說 其實平均總回報率也不足 不過10% 對 所以我剛才在講說 如果所有政策會大翻盤 漲多的美股 有沒有可能 他已經達到他的目標價 反而出現修正 我覺得這個部分 華爾街很多的投行 已經開始提出示警 大家也要特別注意一下 在追逐美股持續上漲的過程當中 可能要小心川普所帶來可能的 一個混亂的一個風險 當然在這當中 我們會持續去關注幾個重要的個股 包括蘋果幾個重量級的科技股 後續的財報 蘋果之前一直被信品公司降頻 不過現場好像又反省 好 這裡面當然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是什麼 他推出了這個Vision Pro 賣得很好 這個Vision Pro其實一開始要推出之前 所有的法輪機構 第一個想法是好貴 對 就覺得賣不動 因為每一台給我推 才幾千塊台幣而已 你這一台要10萬 外表看起來也差不多 難道帶上去會有什麼驚人的一個呈現嗎 可是問題是開放預購以後 需求真的非常的好 一開放預購就完售 一開放預購完售 這代表幾件事情 第一個國粉核心支持者 他照樣買單10萬塊 10萬我本來幾度想要下單 你知道嗎 我離鍵盤的距離只有這麼近 後來我還是縮手了 因為我覺得10萬塊真的太貴 好貴 對 那如果要我去買META 所以表示我不是核心支持者 對不對 核心支持者他完全買單 完全買單 所以讓他的市值又超越微軟 現在又市值最高 但是我覺得郭明錡有提出一個 他自己的看法 為什麼明明就是預購賣得那麼好 為什麼郭明錡說會有隱憂 這個隱憂到底他擔心什麼 當然我們過去是跟蘋果的手機 做一個對比 蘋果手機 不管你iPhone6一直到iPhone14 iPhone15 都有一個很特殊的現象 就是預購搶完以後 然後你的手機遲遲拿不到 對不對 對 要等很久 搶訂單然後拿不到貨 而且越等越久 越等越久 可是越等越久 會讓果粉越來越興奮 因為我越買不到 我越興奮 我越興急 我越想買 我越買不到 那這種循環之下 大家就 他的股價就一路的走高 對 後面的訂單又會不斷涌入 因為你本來想說 這個賣得很好 我後面再去試 再去買就好 沒想到你永遠買不到的那種感覺 會讓你恐慌 就FOMO的心態 好 結果他說Vision Pro 當然預購48小時 確實就需求熱絡 可是他發現說出貨時間沒有變 因為這個出貨時間 它會一直變的 以前我們節目不是也有貼給各位看 你看原本7天 變14天 變20天 他說都沒變 出貨時間都沒變 那都沒變代表什麼意思 核心粉絲買完了 核心支持重度用戶買完了以後 後面來下單的就很少了 會不會就沒有了 對 就沒了 另外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研究機構S3 Partners他說 現在七巨頭的股票 被放空第一名的是誰 既然不是特斯拉 而是蘋果 可是我剛才前面這樣講完以後 大家還會想放空蘋果嗎 我覺得大部分放空蘋果的人 我覺得他的思維 跟郭明奇的想法 可能有點像 也就是說你的市值 已經來到這麼高了 你的手機 之前外資機構也說 你這個iPhone16 可能沒辦法賣得像 iPhone15這麼好 加上大家對這個Vision Pro 其實沒有覺得 有特別產品的創新的能力 因為原本 大家甚至預期說 這一支十幾萬的 這個Vision Pro 應該是像眼鏡一樣 結果還是這樣 所以大家開始 整個放空的數量 大幅度的提高 看空蘋果的越來越多 然後超越了特斯拉 當然看空特斯拉的 其實最近這個馬斯克 好像也有一些狀況 對 這個我們就不多說 看空他的人也不少 還是不少 對 那加上最近電動車的問題 然後運駕的問題 電動車的銷售 似乎也遇到了一些阻礙 放空的規模 是185.2億美金 那綁手雖然下降到第三名 可是我們要講 放空的流動的狀況 其實它還是相對最高 那不過蘋果 現在放空規模是最大 是186.3億 剛剛呈現代我們看到 接下來科技財報週 真的是洞見觀瞻 尤其在剛剛特別提到的 蘋果的Vision Pro 沒有想到在美國預購 竟然一預購就完售了 這個預售的狀況非常的好 激勵了在台股排面上的光學族群 我們要請教永年哥 距離台股封關 現在剩下9個交易日而已 國泰金現在調查 4成以上的民眾認為說 台股的高點會來到 1萬9千點的上方 那麼永年哥也這麼認為 而且他們是認為在上半年 不是在下半年 我的看法可能會有一點點不一樣 我認為上半年要到1萬9 可能會有一點的困難度 有困難嗎 對 有一點困難度 等一下我來跟大家說明 然後可是今年看到1萬9 有沒有機會 我覺得機會相當大 可能會在第四季 下半年了 對 會在第四季 第四季 對 我們看一下 為什麼我說上半年看1萬9 有一點困難度 因為大家看一下 我的定論是 上半年大概是看1萬8千1 到1萬8千3之間 原因在這裡 2021年7月的時候 這個最大的套勞量 是在18034 要突破這邊會有一些困難度 另外2022年的2月 在這裡是一個右肩的高點 是在1萬8千300點左右 對 所以它會有壓力 連準再加上 連準會3月降息的可能性非常低 現在看起來很低了 可能5月甚至下半年都有可能 對 5月的可能性會比較高一點 那因為下降降息的可能性低 所以美元會維持強勢 那美國股市恐怕就會回檔了 因為沒有資金的供應了 就會回檔 那這樣子一來的話 那外資在台灣可能就會翻 就翻空了 對 那可是我說 今年還是有機會看1萬9 為什麼呢 應該以這個Q4的第四季的可能性 比較大 因為5月開始降息的話 11月開始發酵 對 降息開始發酵 那所以到第四季 它這個有資金行情的機會 再加上第四季又是美國總統大選 對不對 如果真的是 像我們剛才我們的好朋友 呈現說 這個川普應該當選的機率比較高 對 大家回想一下 上一次川普當選之後 美國股市是怎樣 是噴出 對不對 所以這一次會不會歷史重演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那台積電EPS 今年EPS大概是36塊左右 那外資給它的本益比 通常都是20倍 那20倍的話是多少錢 720塊 所以光是台積電一檔股票 如果它真的能夠達到720的話 它貢獻的 貢獻台股850電 所以加起來就1萬9了 對不對 對 OK 好 台面上的話 這個光學族群的話 光學族群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光學族群 其實我們在去 我們看去年的營收 幾乎都是成長 對 除了陽明光之外 幾乎大家都成長 群創稍微衰退一點點而已 然後呢 其實真正的這個光學族群 他們今天的表現不錯 最主要原因是 剛才講的Vision Pro 對 Vision Pro的這個事情 那Vision Pro 所以我們就看一下 有哪一些的光學 他們對於Vision Pro 它有一些的牽連的 是Vision Pro的概念股 事實上大家會看到 這個先進光好像不錯 可是我先跟大家講 先進光跟Vision Pro沒有關係 它主要是車用的 它主要是車用的 電動車的 所以是大力光 大力光浴金光 大力光浴金光 尤其是浴金光 他的關係最密切 可是呢 因為大力光至少是龍頭 所以我們光學的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看這個大力光來講的話 它去年12月份營收 年增率19% 然後去年全程度 累積2.4% 為什麼能夠成長呢 因為它過去幾年 一直在衰退對不對 對 去年為什麼能夠成長呢 因為它產品組合轉加了 而且良率也改善了 所以大家注意看 它去年第四季毛利率 激增10% 這10%的增加很恐怖 很恐怖對不對 大概52% 對52.78 那它這個跟台積電的這個毛利率 差不多了 那今年的高階鏡頭數量也增加 毛利率又成長 全球技術人手機 都已經出現了觸底回升的走勢 所以在大力光來講的話 它現在技術面上來講 還是有點弱勢 而且上檔有大量套牢壓力 所以短線上有可能會反彈 可是以中長期來講的話 可能還要再整理一下 那浴金光呢 剛才我們講了 受惠最大的是浴金光 對 受惠最大浴金光 因為你看Vision Pro主要的鏡頭 那個Pancake 對不對 它的透鏡的供應商 就是浴金光 而且潛望式這個鏡頭 iPhone15的潛望式鏡頭 第二階段也是交浴金光來做 所以它現在是一個標準的 平蓋股 對 所以這支股票我們可以注意一下 那麼不過它這一波 這個是日線圖 在這一波已經有一點 漲得有一點點多了 對 所以可能要稍微的震盪整理一下 那之前的高點436塊 我們就要看能不能夠帶量過關 如果帶量過關的話 它這個長期盤整的一個區間 就可以突破了 那這支股票就可以持續的觀察注意了 今天盤面主流好像有點輪動到了這個低價股 尤其叫雙低 面板的話 面板的報價 現在電視面板這個部分是提前止跌 所以春宴又來了 對 看起來這個春天還沒來 春宴就先回來了 對 好 事實上其實面板 當然我們就看這個面板雙虎 就是友達跟群創 其實友達跟群創 你看它的技術面 其實兩個都差不多 在這邊走勢好像 對 非常的像 對不對 非常的像 那他們為什麼今天的表現能夠不錯 尤其最近這段時間表現能夠不錯 我跟你講 有一個很主要的原因 除了當然除了他們的最壞的情況 已經過了之外 還有一個原因是什麼 因為指數兩天之內 三天 包括今天在那裡 三天之內 漲了六百多點 對不對 而且很多的高價股都衝上去了 大家一看 漲得那麼快 然後漲那麼多 然後高價股又是漲那麼多 大家不敢買了 對不對 不敢買 可是不買又很不甘心 你漲六百點 我手上都沒有股票 對不對 找一些比較便宜的 對 然後大家就會 低價的 又有題材 然後又低價 對不對 這個好 那麼所以他們的位階低 他們的單價低 這是最吸引人的地方了 不過還是我們要看它基本面 大家不要看 不要看說面板不好 有達去年12月營收年增22% 而且全年度累積還是年增的 它不是像過去幾年那種衰退的 不是衰退 它是年增的 群創也一樣 群創其實它表現也還不錯 它的顯示器跟非顯示器的 營收的比例 本來是8比2 現在已經進一步調整成7比3了 所以就獲利比較高的產品 它的營收的比例是調高的 所以對他們來講都算是不錯 不過從技術面來看的話 我是覺得有達要比群創 要稍微的好一些 有達比較好 對 技術面上來講 因為它在這邊做了一個圓弧底 這邊做圓弧底 這個相當的量價配合 而且量能並沒有放得非常大 群創這邊好像量能比較大 對 量就出來了 量沒有放得非常大 表示量價沒有失控 所以它再繼續往上走的機會 會比較大一點 剛剛有年哥到我們看到 TP面板是全面的 現在報價是止跌了 所以在整個友達跟群創的部分 開始吸引資金的湧入 不過我們說到吸引很多資金進來的 還有這個在ETF 尤其是在高股息的一個部分 我們看到在高股息的ETF 非常受到投資人的青睞 越跌的時候 大家就越趕進去買 不過我們要請教各位老子 現在三大反而在上個禮拜 已經開始在賣了 到貨投證最愛的高股息ETF 砍最兇的就是先前很熱的 00929超過53萬張 那麼像是0056 這個是先前大家很愛買 還有00919 賣超張數也都有30萬張 20萬張 所以現在這個買高股息ETF 是不是不如去買債券ETF 會比較保險一點 沒有錯 我們在想說高配息的ETF 為什麼會被拋售 當然就是它的配息率有沒有 就不再那麼香了 其實我們今天來看 過去它漲了一大波對不對 00929 0056都漲了一波 但是漲了以後 配息的金額並不會改變 漲了以後是不是配息率就會降下來 對 那時候沒有賣是因為股價還在往上走 結果後來我們來看 它後來又開始下跌了一些 下跌的時候就覺得說 配息已經沒那麼香了 股價又跌 股價又跌 所以這時候才開始會賣掉 但是我們在講高配息的ETF的時候 我們常常有沒有 就在講說 我的配息率有多高 可是大家卻很少去注意說 你這高股息的ETF有沒有 那你的成分股的配息 或者你成分股的殖利率 能不能跟得上ETF你的配息 比如說我講得很簡單的 所以他要看他中間的成分股的配息 沒有錯 因為每一條ETF 它有很多成分股 結果我配息率可能是7% 但是我成分股 就只有2% 3%或者是6% 甚少不齊 你想想看 你的成分股的配息 只有一些沒有那麼多 那為什麼你的成分 你一天不可以配到那麼多 當中一定會有一些貓膩 然後當然就是資本利得有沒有 再補償這一塊 資本利得就是這一塊 這一台過了 當然就沒有 所以我就把這個部分 我們把它整理了一下 我整理一個配息率 這配息率是ETF的配息率 然後這裡一個成分股的殖利率 所以你有沒有看到929有沒有 它的配息率有到7.29% 可是成分股的話只有4.25% 然後0056配息率更高 10.7% 10%以上 對 可是成分股它只有 0.5%都不到 其實929跟56都是這樣的情況 沒有錯 但是一個很奇怪的是00919 它配息率是9.86% 可是它的成分股 竟然是10.9% 那是不是拍拍手 我們就講說 這個是不是真的是太好了 你沒有那個資本利得這樣子來 其實你如果仔細把它看的話 有沒有 並不是這樣子 所以我就把它 不是這樣子看 基本上是這樣子看沒有錯 但是當你差太多的時候 我們通常就是要細看 所以我就把它整個 所有的成分股 列出來 然後你看有一些超過10 但是有一些只有2.23.5 對不對又9.9 平均起來其實沒有那麼高 但是最大的兩支 航運股 航運股 長榮跟陽明 我們今天來看配息 是用過去賺的錢來配對不對 但是我們買的是要 未來配的要多 所以長榮跟陽明 這是過去能夠賺這麼多錢 所以才會把整個的平均值有沒有 把它拉高 所以整體來說 我應該這樣講 我並不是說高配息的ETF不好 其實它的配息還是穩定的 只是它並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的好 不是你表面上看到的質率率 不是你表面上看到的配息率這樣子 當然還有一個更好的 其實我如果說要買高配息的話 我會比較推薦市值型的ETF 像0050嗎 對 像0050或00620吧 很多人會覺得0050現在比較貴 就會比較去買0056 所以老師是覺得0050比0056好嗎 沒有 我們今天來看就是0056 或者是929這些高配息的人 對 高配息 那個就是說我賺的錢 全部都會配出來 簡單說就是配發率比較高 配發率比較高的時候 我拿到的配息是比較多 但是你賺的錢會不會一年比一年多 就不會 因為為什麼 就是高配息股它會有一個缺點 就是它會過濾掉成長性高的股票 像比如說台積電 它一定不會被高配息的選進去 因為它在挑選成分股 還是要以配息配多少 為主要的考量 像比如說中華電大家都很喜歡 我賺5塊就配5塊 百分之百配出來對不對 賺到的錢配出來 你賺到的錢為什麼要留在裡面 可是台積電 你想想看 它去年如果說賺32塊 今年可能就只配的一樣 是11塊左右 為什麼只配1 3 其他錢跑去哪裡 要蓋新廠 新廠蓋了以後 它明年的營收才會大 所以台積電10年前 它的配息只有3塊 現在是11塊 意思是什麼 現在11塊很有可能在10年後 它是40塊 變配越多 對 它有一個成長性 它會成長 那麼高配息的ETF有沒有 高配息股票就會被 就會把高成長性的股票給過濾掉 所以市值型的 它的賺的錢有沒有 其實是市值越高 它的獲利會越高 比如說我們講市值第一名的話 是台積電對不對 台積電跟第二名紅海 你知道說一年賺的錢差了幾倍嗎 不是幾個% 是差幾倍 7倍左右 所以這是一個 我個人來講的話 我喜歡市值型的ETF 勝於高配息的 但是先聲明一下 我不是說高配息的不好 只是說市值型的更好 就有成長性 不過剛剛也有特別提到 如果今年買高配息的ETF 不如去買債券ETF 那老師有比較推薦的債券的ETF 當然是有這裡列出來的話 就是有四檔 四檔我們把它公平一點 我們不要只列一家公司 一個是美債的ETF 就是專門投資美國政府的債券 另外一個是公司債 我們剛剛看的 真正的內部的配息率的話 只有大概4%多而已 可是你看看在這邊的話 公司債有沒有 這兩個都是公司債 它有多少 將近5點 對 其實逼近6% 5.53% 這裡還有一個殖利率是5.7% 對 這裡面大家或許會奇怪 怎麼還會有一個配息率 另外還有一個殖利率 這個也就是債券有沒有 它的殖利率 是跟股票的殖利率很不一樣 股票的殖利率 股票明年會配多少息你知道嗎 不知道 後年會配多少 你不知道要看你賺多少配多少對不對 可是債券 明年你能夠領到多少息 後年領到多少息 一直到到期領到多少息 都是準確的 不是預估 這個是債券都已經明定 都已經事先都可以知道 可以配多少 都可以知道 所以債券的殖利率是說 我持有這張債券 然後一直到期的話 我能夠獲得的年利率是多少 所以你來看就是說 它的這個我們可以把它看成 就像股票的內債的成分股的殖利率 所以等於是說 你看它成分的債券 它配的都比那個配息還要高 對 殖利率都是高於配息率 對 另外一個我們來看煤債有沒有 20年長債 你有沒有看到 它也都落在4% 也就是跟股票是很不一樣 這裡頭債券有一個特質 也就是說我現在買了以後 如果這是20年 這是代表20年的利息 我全部都已經把它買好了 然後買好以後 我的年利率有4點多個% 那跟股票是很不一樣 股票的ETF有沒有 就只有今年 對 所以我們今天來看就是說 債券有沒有 它的殖利率很不錯 它還有一個更好的 因為我們現在不是要降息嗎 對 然後降息以後它是不是那個 它的價格是不是又會上漲 那價差的話你要看什麼 要看持續期間 存續期間 所以你有沒有看到這裡頭 存續期間是16.7 將近17% 意思是說 將來殖利率只要降1% 然後債券ETF的價格 就會漲16.7% 那麼高 所以現在就是降息好像穩穩 幾乎穩穩在手的對不對 雖然3月算不降 但大家都知道今年一定會降息 不管是今年 今年賺17%你還 不要說3個月對不對 你買放著 所以說其實現在有沒有 這是我在講 你現在買債券ETF 比起股票 那個高配息的ETF 好太多了 是 好 剛剛關陽子老師 但我們看到 在今年如果說真的會降息的情況 就是想如去買這些高股息的ETF 其實還不如去考慮一下 這個債券型的ETF 好 另外再來關注的是 在整個經濟的部分 目的對亞洲國家的性貧 現在是負向的 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紫娟就是因為來自於中國大陸的成長趨緩 沒有錯 其實這邊有特別寫出來的 Moodi他把亞洲的主權信用 是給予比較負向的 三個原因 剛剛講中國經濟放緩 然後另外講說融資 因為現在利率還是比較高 所以你要還債的負擔還是比較大 所以這個融資還是有問題 地緣政治有風險 然後重點就是這個 中國經濟放緩 譬如說他認為說 中國經民兩年的實質GDP 他也是認為大概也是只有4%左右 好 那所以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 外資他們怎麼用錢來投票 我們說實際他們的資金 對於中國市場他們現在怎麼做呢 來 這個是彭博 他特別對於美國14家 規模有大概超過150億台幣 就是5億美元以上的養老基金 我們特別要說養老基金 他特別很值得看 因為養老基金不像對沖基金 衝來衝去的人 他是很穩健的 他今天看上了一個什麼市場 他就是慢慢進去 而且長期投資進去 但一旦他真的決定 他要撤出什麼市場的時候 他也會是一個長期 就這樣慢慢一直撤出 這樣一個趨勢 他特別針對養老基金做一個問卷 結果就發現 很大部分的退休基金 現在通通都在減持中國的股票 然後包含比較知名最大的 像是加州的公務員退休基金 或是紐約州的共同退休基金 已經連續三年 連續喔 連續三年通通都減持 那當然他在當中也有說 他說其實這些基金 他們一開始減持 主要一開始的時候 他們是說因為陸國表現不好 因為畢竟陸國已經負三年 負數三年了 他說一開始他的減持 是的確是因為他表現不好 可是接著他接後來的減持 主要原因又變成是說 包含像是對於他們 北京政府當局的管控能力 他們有點質疑 或者說中美之間的關係 不是那麼好等等的因素 會開始讓他們通通我說的 用錢投票 所以開始把資金撤出了中國市場 那外資撤資把錢撤出的話 當然就影響到你股市的表現數字 美股投資人或是臺股投資人 我們都很開心 我們這幾天都在 不是美股一直創新高 我們臺股也跟著吃香喝辣對吧 可是兩樣琴 冰火兩樣琴 你就會發現先看中國的滬生指數 今年以來他其實下跌6% 然後背靠著中國的香港 我覺得他也真的是蠻食欲之央 港股昨天還跌破一萬五 港股這個恆生指數當中的中氣股當中 一月以來是大跌了11% 所以入股股市的部分 真的是表現得不是這麼的好 這個時候在這個時候 傳出說中國他們考慮要成立一個規模 大概兩兆人民幣的平準基金 你就把它想像成類似像我們 國安基金要進場互盤 或者是不要說國安基金 就是公股行庫 八大行庫要先進場互盤 類似這個概念 現在傳出說他們也要有這樣的一筆資金 但是是從護港通的方式上去 然後來投資A股好像有這樣的消息傳出 必須說今天有稍微激勵到入股一點 至少今天他收紅了 至少他收紅 今天再消息出來有稍微激勵到一點 好那股市表現不好 那當然說經濟狀況也是 可是你還記得中國官方之前說 去年2023年他們經濟成長率還有5.2% 可是我覺得好像跟我們實際的感受 比較差很多 差很多 他說你走了一整年這麼萎靡的一個情況 然後你跟我說你的GDP還有5.2% 他就說誰相信呢 好這個是研究機構的榮頂集團 他就出來說 他的數字你看 他給他說他們榮頂集團估 他認為實際只有1.5% 1.5跟5.2的差別 對 好另外同樣也是用錢來投票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過去又說華爾街比較親中派 一點點的貝萊德 那現在傳出說他在2018年的時候 他曾經有花了大概將近50億台幣 有買在上海的兩棟辦公大樓 但現在他要用打7折的數字 他想要來拋售 那所以當中當然也就代表的是 上海商業不動產的一個低迷的一個情況 好不過我們說他不景氣就會影響到 年輕人他們的就業機會工作不好找 只是現在還有很多 他明明已經有大學學歷 結果他又回去念技職學校 好這個是他們 其實有廣東的一個技職學校 他出來說他說這兩年之內 他們突然收了大概快兩百個擁有大學 畢業生資格的人 又跑回來讀他的技職學校 有點類似像我們的四季二專 因為在過去的時候 一般來說大學學歷 他們認為應該是比技職學校還高一點點 可是他們現在發現他們跑回去讀了 原因呢 他說因為他們現在突然覺得有專業技能 有證照比較好找工作 有學歷不見得可以就業 但我其實某種程度我覺得他們或許也是去讀書逃避就業 也是有可能這樣的情況 好所謂的讀書逃避就業等等的情況 這個先來看的是他們說即便是重點學校的學生 就算他真的有找到工作好了 但是他的薪水還是跟比以前來說 還是少了至少一樣打七折 這樣一個數字 好我們剛剛說前面你說他的GDP五點二 你不相信對不對 好那中國統計基於公佈的青年失業率百分之十四點九 你相信嗎 好這個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這個是他公佈出來十四點九 可是他有剔除六千兩百萬名的在校學生 就是說他說如果你還是大學生 你還在讀書的 那你本來就沒有就業需求嘛 所以他要把你從裡面扣除 他說扣除了這一批人之後 所以他說數字失業率是百分之十四 好問題來了 他說今年他們發現很多種 發現一個狀況就是大學畢業生 我們要去面試的時候 長官不是說那你的畢業證書先給我看一下 然後面試官說奇怪 為什麼今年大學畢業生來面試的時候 頭上都沒有畢業證書 後來疑問之下他們發現說 原來是學校沒有發 學校都發畢業證書 你要先找到工作 我才發給你 所以換句話說這一群 現在正在市場上找工作的這一群大學應屆畢業生 他們手上迷了 沒有畢業證書 那你想想看 他如果沒有拿到畢業證書 表示他還在學喔 所以他就包括在這裡面 對喔 所以就是大家現在說這個失業率 這個數字 大家又開始質疑 對 對不對好 另外回過頭來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你說這一波的經濟的不景氣 是來自於房地產 房地產市場的一個最新的統計數字出來 法拍屋的一個數字 法拍屋他們的新增的年增率 來到了36.7% 有80萬間這樣新到市場當中的法拍屋 對 那你說做了這麼久 難道這個房地產市場 真的都沒有任何一點景氣回升嗎 好 還真沒有 這個 花杰日報他的最新報導 他說我們先來看 2023年的11月的那個時候 這個是銷售額 是金額的部分 那個時候年降9% 這是11月喔 那12月咧不好意思 12月在這裡又回到了17% 11月9喔 然後新到達17% 年降17% 所以你看他就說 完全沒有看到落底的情況 這個是銷售額的這個部分 那銷售量 我們來看量好了 量一樣 12月的時候 繼續雙位數的負成 對 又再下降了13% 所以他就講了 剛剛講了 完全沒有 就是已經觸底的那個跡象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看到 現在天氣好冷 那麼吃辣來遇寒的人也變多了 但你知道其實吃辣 跟這個景氣也有關聯嗎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瞭解 好 好 好